这新消息 这基隆呢 天干雾燥 虽然有雨都支撑 但是却整个月都没有下雨了 结果呢 市区内最大规模的卫浴批发工厂上午是突然起火 浓浓的黑烟直冲天际 这上百坪的厂房陷入火海 火势闷烧得十分严重 消防员不愿洒水 而幸运逃出的员工是吓得蹲坐在地上不断哭泣 这家卫浴零件工厂是供应了基隆 金山 万里等地的原料 规模很大 损失呢 也超过了数百万元 而且对火势还一度波及到了隔壁民宅 幸好经过了一个半小时的抢救 火势终于被控制住了